对一些球迷来说 英超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连赛 因为我们有着最高水平的竞技 但是对一些球迷来说 英超也是世界上最烂的连赛 因为英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足球的看台文化 众所周知 远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客队球迷指南里 他们说不要露出任何有客队标识的衣服 但是呢 克罗地亚实在是太热了 这里的白天的温度有30度 然后刚刚我就脱了衣服 我只带了一件就是短袖 就是球衣嘛 然后我走在街上 所有人都很奇怪的看着我 吓得我又赶紧的把外套穿上 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的首都 从伦敦坐飞机去萨格勒布 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周边的摊贩都在卖 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球衣 这里就是切尔西取票的地方了 取客赏票非常的严格 工作人员会拿着你的护照 对照和照片是不是本人 这就是欧冠的客厂票 这个酒店门口现在全部都是切尔西球迷 大家午的他们已经喝上了 其实我是一个库华军球 可是新的球场 我第一次来东欧 东欧的大哥们好高呀 萨格勒布迪达摩是1945年成立的球队 其实比起很多欧洲的老牌豪门来说 它的历史并不悠久 但是他们的球迷文化丝毫不逊色于这些老牌俱乐部 这里是球场门口的球迷嘉年华的区域 画画的 现在排队进一下商店 这个美丽的克勒地亚姐姐她说 因为我是女孩子 所以我就算把衣服脱了穿球衣 应该也没有人会打我 但如果我是男的我就完蛋了 身后就是笔纳摩的蓝色 和切尔西的皇家蓝不知道哪个好看 因为客队区是要从另外一个口入的 我买完纪念品之后 立刻灰溜溜地从主队球迷中路过 美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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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兵包围之下的就是切尔西的球迷区域 进去之前要收到很多的检查 远远的已经看见迪纳摩的主场了 这座球场的名字叫马克西米尔球场 在切尔斯宝采案发生过的一年后 也就是1990年 红星队和迪纳摩在这里举行了一场比赛 但是这场比赛 两队的球迷组织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而正是因为这场冲突 斯洛文尼亚和克勒地亚的球队 退出了前蓝斯拉夫的一个甲级联赛的联盟 所以甚至有人认为 前蓝斯拉夫内战的一个爆发 也是由这场足球赛 作为一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原来切尔西还是有很多球迷在克勒地亚了 这个球场非常的小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球场的容量一共只有25000人 我手机已经来到最长焦了 真的啥也看不清 之前就是我说我要来克勒地亚之后 很多人都质疑我说为什么要来看切尔西打这支破克勒地亚球队 其实固然 塞布拉布是克勒地亚足球连赛大哥 然后他们自去年12月以后 他们在主场就没有输过球了 这点很关键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欧洲看台文化的起源其实是在克勒地亚的 现代欧洲看台的文化起源可能是在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发明了ultras这个词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ultras 这个以后没有机会再说了 就是一种非常极端和狂热的球迷看台组织 比如说像我现在身后这个 bad blue boys BBB 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看台的文化组织 其实本场比赛客队看台区并没有坐满 因为从英国来到克勒地亚看这场比赛人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来到现场的车迷还是尽量的 给到了球队们最高的支持 比赛本身没什么好说的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中超就将奥尔西齐的单刀推射破门吧 还是很帅的 其实我来萨格拉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想见识一下他们这个BBB的组织 但是他们这场比赛非常的收敛 看一下铁尔西球迷的神情 你想让欧洲球迷在看台上不蹦不跳不放烟那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就是我看到的那种非常震撼的文化 蓝色的烟直奔天际而去 冉冉升起的模样 真的非常漂亮 其实我都觉得他们是瞧不起切尔西 没有把自己最大的阵仗摆出来 因为在克罗地亚德比的时候 这个看台和这个球场其实是这样的 太帅了 这个烟火可以直接把人烧死的感觉 还有他们看台上面的旗帜 还有往下乱飞的这个烟雾弹什么的 真的非常的疯狂 这要是在英超 可能人居小黑五 关不住了 我本来没打算剪这张比赛片段 但看到这个片段我还是有点血压上升 就他为什么不射门呢 但是切尔西赢不了也不意外 毕竟以前 赛格大部迪纳姆可是在 欧冠赛场上3比0热刺的队伍了 是不是 赛后迪纳姆的球迷和球员们 互相唱着和喊着他们自己的口号 其实这个场景在欧洲还挺常见的 在英国来说就比较少见了 一般只是普通的球迷现场 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和死忠看台的一个互动 所以欧洲人觉得 英国人没有球迷看台文化是正常的 赛后还是当初我来的时候 门口那个酒吧聚集满了 死忠穷民们 我突然被这个小哥叫住一起自拍 然后可能这个小哥看着我身上穿着切尔西的外套 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人群 要硬要和我一起庆祝 在取得欧冠小组开门红之后 他们甚至放弃了烟花庆祝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 之前一个小时 我收到了胡贺尔下课的一个消息 心情还是很复杂的 其实我身边认识的就是车迷啊 大部分都还是就是比较喜欢图河尔的 而且尤其是当地的车迷 昨天晚上就是我看他们比赛后的结尾 就是他们就是比赛后啊 就是他们的态度就是说 如果你支持图河尔下课 那说明你不是真的切尔西球迷 就我身边 我认识的就是当地的男性球迷 态度都是这样 虽然切得烂 但是还是会坚定的支持图河尔 谢谢大家